那如果說對手不是陳之中 如果是林佳龍 其實我覺得就豪達很多 不過謝謝原職議員講實話 說這個民調是安慰臺北市議員 安慰國民黨黨內臺北市議員選的 汪汪大哥你怎麼看臺北市市長這一局 我相信你也長期在觀察 那今年年底應該看來 應該是三喀都了 這個局勢是絕對是有的 可這個數字準嗎 有所本嗎 我覺得這個陳時中 還是有一點不確定性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是有一點點不確定性 但是現在 因為這次疫情起來的是比較快的 那如果按照 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的話 大概前後三個月上去了又下來的話 那比方說五月六月七月 最晚七月 這個疫情應該是比較穩定的控制住 而且穩定的下來 那這種情況 所以陳時中如果七月底要去宣布參選的話 還是來得及 你認為還來得及 還是來得及 三個月可以 對三個月可以 如果疫情拖得很久的話 那可能陳時中就有一些困難 他可能不願意離開他現在的這個指揮 指揮中心的崗位 那這個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情況的話 我覺得蔣王安的最大的問題是 他這種民調是處在一個 你看即使把他這個三個數字加起來 也只有70% 所以還有三層是沒有表態 那他現在的這個民調 雖然說幾乎所有的民調他都是領先 但是他實際上領先的幅度 不同的民調是差別很多的 最近美麗島公布的民調 陳時中跟他只有差百分之二點幾 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第三個就是說 蔣王安實際上沒有起到母雞帶小雞的作用 最大的問題對於國民黨的這些 台北市議員來說 或者市議員的候選人來說 他們跟蔣王安綁在一起 蔣王安起不到幫他們 拉動他們的這種母雞作用 這個我覺得可能是講國民黨比較最擔心的問題 那第五四一個問題就是蔣王安本身 這一次比較奇怪的就是說 柯文哲或者台北市政府在處理這一次疫情起來的這幾個星期 已經有很多比方說像柯文哲的發言 我們有剛才有那麼多討論了 有那麼多荒腔走板的地方 那你蔣王安作為要想當市長的候選人 你可以針對柯文哲的這個處理疫情的情況 做主要的評論 做一些這個提出一些建議 或者你對現在台北市怎麼處理疫情的方法 有一些這個論述他完全沒有 所以好像就是他好像是不是生活在台北市的人 而且完全不像一個他想要當市長的 那你如果想當市長你現在得提出來 你認為現任市長哪些做的一二三是不夠的 我如果做市長 我應該一二三四五怎麼樣來處理疫情 他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讓人很失望的 王大哥 如果說神劍三喀都的話 這個民調數字充分顯現出實際的狀況嗎 這我認為這個黃呂 這個他的壓力是有點大 就是蔣王安到現在還是怕怕 不要忘記他有沒有參選 還沒有宣布參選 那原本答應大家 比如說像是要對兩蔣做一個節慶 也沒有做到 後來沒有消風氣 就是勇氣不足 蔣王安安缺膽子這件事情 從二零一七以來 他都已經沒有繼續的提出論述的意思 就是他的戰力不足 然後他自己就會怕怕說 會不會大家挺我 其實像國民黨這次這個初選 議員初選部分 也是有一些不安定因素 講話也沒有像是一個母親一樣說 來來來 大家歸隊 你如果初選沒過來 我的競選團隊 指責本來不就他的人嗎 那為什麼他不自己站出來呢 就是膽子不夠大 那為什麼膽子不夠大的原因 他對自己沒信心嗎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他真的是很容易一罵就說回去 你看他跟蘇葵在那邊對講 講一講 蘇貞昌講他兩句 他就說了嘛 後來你再鼓勵他 你就繼續跟蘇貞昌吵 他才比較有這個膽子 他多多來上政論節目 他就知道怎麼講 不是嗎 他也不敢來上政論節目 他怕講了之後 有一些被截圖 又拿回去 當作選舉材料 他擔心的事情太多 團隊又不大 這就是他的問題 所以黃呂發這個 其實大家也知道了 蔣王安安私底下是有點怕黃呂 黃呂進場 蔣王安安就趕快逃離現場 這個是我們在很多的參會場 其實都已經略有所聞 所以黃呂發醬的民調 根本不是在幫蔣王安 是要幫臺北市議員們 這個有種程度上說 市議員們 你們趕快把初選結束之後 我們大家來歸隊 把蔣王安拱上去 差距有拉開 大家不要擔心是很接近站 但是依照現在臺北市議會的 這個國民黨提名的狀況 我認為就算提名結束 因為他們稍微有點抄體 這個議員內戰的部分 可能還有的黃呂傷腦筋 而且更大麻煩是 如果內戰激烈的話 會不會燒到蔣王安身上 蔣王安這隻母雞 能不能安撫這些內戰部分 我覺得都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許舒嬅議員 雖然你是民進黨 但是您在同屬 在臺北市議會裡面 剛剛韋航大哥說 國民黨裡面的市議員內戰的很兇 真的假的 其實因為坦白講內戰真的很兇 因為初選的時候 就像我們民養 我們民養在初選的時候 我們內戰也很兇 但是內戰完以後 我們會團結 但是國民黨很少內戰過 因為他們非常peace 因為臺北市這一局 本來就是藍大於綠 所以他們非常peace 可是現在可能有危機感 因為那個危機感是在民眾黨 所以他們就會變得非常緊張 他們內戰就真的鬥得很誇張 那除此之外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國民黨很多議員是磕油油 所以呢 妳說會跳船 所以黃靖宇他放這個 我覺得他放這一個民調 其實事實上是要 籠絡所有的這些國民黨議員 說你不要小看蔣萬安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柯文哲 眉來眼去 我跟你講 我們蔣萬安還是最強的 你們趕快回來吧 如果再不回來的話 我可能要做其他的處理 那這樣的話有效嗎 我 我 我不認為有效 坦白講 因為長期來 柯文哲在臺北市 已經八年了 連任的時間 所以持續八年時間 他其實跟國民黨很多議員 有一些默契 他很多資源也會提供給他們 那我們民進黨不是 我們民進黨就是直接開槓 所以我們不會對他有任何的 絲毫的眷戀 但是國民黨還是有 所以國民黨 坦白講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議員 是磕油油 而且是很明顯的 你只要看他質詢的時候 一搭一唱的時候 柯文哲會給他們一些訊息 給他們一些know how 甚至在他們的 因為他們有民眾黨的網站 甚至民眾黨有他們自己的媒體 自媒體 他們在自媒體從來不會罵那些議員 那些國民黨議員 反正就會點名我們幾個啦 可以該罵的去罵 打對手比較快 不能打國民黨啦 對 沒錯 所以蔣萬安也是這個態度 蔣萬安又不想去得罪柯文哲的這些網軍 所以他永遠不會去罵柯文哲 他們砲口一致就是罵陳時中 所以藍白的關係會越來越複雜 然後在選舉的時候 那個民眾的那個支持度 跟民眾的那個態勢 其實也越來越緊湊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他們現在會po這個出來 事實上也是要告訴這些柯油油 但是我覺得柯油油部分 不是這麼單純可以處理 因為長期以來已經建構一定的關係 我覺得黃呂可能還是要用一個 比較細緻的方式來弄 不然的話 我覺得蔣萬安在這一局裡面 坦白講真的組織動員 還是在議員的手上 請繼續收看夜線新聞 那新聞轉到一百五十個頻道